一个简单的视频 希望帮助大家更好地快速地理解 目前英国移民最直接最有效的两种方法 方法一 创新移民 基本要求亚瑟5.5单项不低于5.5 有20万英镑的资金作为沉默成分准备的申请人 关键点 申请人对于创业 对于创新的商业认知很重要 要有把握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要记住 风险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有可能控制和把握 前提是你对自己有认知 对商业 对社会 对金钱 对人性有认知 它的优势是三年可以直接获得绿卡 需要满足以下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第一 投资五万英镑 第二 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年薪不低于2万5 第三 产生十个就业机会 年薪不低于1万5 第四 第三年的时候产生100万英镑营业额 第五 第三年的时候产生50万英镑营业额 其中有10万英镑是出口 第六 证明项目在同行业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第七 项目本身有重大的知识产权突破 记住 七选二 比如说投资五万英镑 加上五万英镑营业额其中有十万是出口 或者投资五万英镑 加上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要记住 这个项目最大的风险不是在于第一次签证 单保函 它最大的风险是 三年当中 你是否能够满足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如果你有二十万英镑的资金准备的话 请把这二十万英镑看到是成本成本 这是面对风险的最好的控制方法 要切记 鱼科雄长不能兼得 不要有什么幻想 全家移民因果的同时 自己还能把生意做起来 发展很好 能赚钱 这是不可能的 要记得 我们只是普通人 创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高 成功率低的事情 我们选择创新移民唯一的目的 就应该是秒准绿卡 所有的资金准备都要花在关键的地方 要记得 投资其他人的项目都是打水漂 这二十万英镑一定要放在自己可控范围以内去操作 才能确保整个过程的风险控制 我们有专门的详细的介绍视频内容 从政策到风险 从成本到开支 细节分析 欢迎大家索取 第二个方法 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其实基本要求就是两个 第一 你需要有一个英国的雇主 这个雇主本身要有资格对海外员工做出担保 第二 你需要有雅思四分 单向不低于四分 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 英文的要求低 但是同样也有弱点 那就是命运保在雇主手里 因为工作签证只能为一个雇主全职工作 如果雇主决定取消工作签证 申请人的签证会在60天之内失效 需要找到新的雇主或者离境 很多人说工作签证雇主不好找 其实不是雇主不好找 而是你的资金准备 或者说你的认知准备不到位 你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准备 有足够的认知 有无数的机会找到愿意提供 工作签证的雇主雇佣你 请注意 本视频分享的所有内容 都仅代表分享 而不代表任何法律建议 看到身边很多的朋友们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通过朋友 合作伙伴 供应商 上下游等等 加上自己的资金 无论是投资还是借贷 都能够获得一个工作签证的机会 换句话说 如果你真的是想通过工作签证 完成移民因果 你需要准备的几个步骤 第一 你得确保你自己能到雅思四分 单向不低于四分 或者本身你已经有了海外本科以下的学历 第二 锁定雇主 无论是通过投简历找朋友找关系 尽快的锁定一个雇主 这种机会其实真的很多 只是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行动力而已 第三 确定细节 从雇的岗位到薪酬待遇到风险控制 所有的东西都尽量书面化法律化 确保风险可控 其他剩下的都基本是流程的问题了 填表申请 递交指纹等等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风险控制 要思考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 如果雇主出现经营风险 无法持续雇佣怎么办 第二 如果雇主出现合规风险 担保资格被取消怎么办 第三 雇主如果出现其他风险不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 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好吧 只能说到这了 祝大家好运 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 可以随时联络我们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